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K宏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岸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全线向下 上升组合指数跌18点报3581点 申政成分指数跌119点报14742点 回申300跌43点报5234点 创业板指数跌12点报3215点 恒指方面今天中午收购28685点跌101点 国企指数跌51点报10697点 带肆成交有650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VK 见到今天港股高开低走 到跌18点左右 见到科技股或金融股 今天普遍都是走弱的 但市场都是在区间回落 但暂时来看 其实要看着哪些关键位 暂时都叫做看着20天线 自从上个星期 你看到大市曾经去到2万9千4 2万9千5这些位置 大致上见到个顶开始叫做回落 其实都标志着整个恒指都没有突破到整个横行区间 这个横行区间本身都叫做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你说由3月中开始 已经是叫做在2万9千4至穿了28000左右这些水平 叫做横行转 之前几次都叫做店员2万9千4、2万9千5这些位置 未能够成功突破 开始叫做回落来 今天这些位置 会叫做比较关键 跟昨天一样 都曾经是叫做 轻轻跌穿下条20天线 就是说整个橙色的区间 就是说保力加通道的中族位置 那这些位置 可不可以叫做守得住 会叫做比较关键一点 那如果你说 之后那段的时间 有一些负面的消息 包括就是说 美联储会不会有机会叫做加息 这些这样的因素 如果你说到时候 大市真的叫做再到跌穿 中族20天线这些位置 28600左右 有机会就出现整个 五月头的那个势头一样 那你说好像五月第一 二个交易日 刚刚开始叫做跌穿了一条 20天线的时候 你见到都是一路沿着 整条保力加通道的下族 一路向下延伸 直到去到上个月 曾经最低 见到27700左右 就是都是同样的 在过去那几个月 曾经做了这些低位 三月中的时候 27700 27500左右的水平 才叫做见到有个反弹的力带 所以你说如果这一段时间 二十天线守不住的话 有机会重复回五月的这个 pattern 都不出奇 所以大家需要小心一点 就看着美国的经济数据 大致上会不会 即是必到的预期 譬如就好像说 未来会出美国的CPI 上一个月的数字 其实已经超过3% 即是已经超过了美联储 之前说过的2%的通胀目标 对于通胀和就业数据 你说飞龙方面 暂时就叫做轻轻 差一个预期一点 跟ADP整个数字 有点的出入 本身就令到大家的隐忧 可以叫做舒缓 起码就不是见到 两个就业数字 都是叫做一致性的 向好和超过预期 就可能会令到 联储加息的部分 再加快一点 但是你说如果 只是看通胀数据 都是叫做比较强一点的话 都会叫做引发少许的隐忧 再加上昨天耶伦 即是说上星期 你说耶伦都提过 加息只不过是反映利率 只不过是反映通胀这些上升的水平 亦都叫做反映经济向好的 一个暗示的格局 所以加息本身对于市场来说 会叫做有利 亦都叫做一个正面的东西 但是你说到时候 如果真的叫联储局 有提过这些措辞 或者说可能有需要 叫做提早加快这些步伐 的话 其实市场都不会觉得正面 多数的股市 都会直接叫做 对于这个 在息率上面 有个向上调整的情况 都一定会叫做 有个负面的反应 所以大家需要小心一点 就是你看到近期的科网股 本身也叫做有个比较强势的反弹 但是去到近期 都开始要叫做建一建的顶 包括一些比较重磅 即使是说腾讯 或者你说美团 在过去这一轮的时间 过去这一个月 本身由5月都叫做有个比较劲的反弹 但是你说去到这几天 都开始叫做勾回来 所以要小心一点 就是这些增长型的股份 或者股值要比较高一点的股份 如果一同这些息率 有提到这些消息出来的话 它们回落的幅度会叫做比较更加多 所以在持仓的策略上面 都需要叫做比较平衡一点 起码你说可能拿着部分 一些叫金融股 或者说你说 和政策有关的那些 轻轻受惠的股份 起码可以叫做增强防守性 嗯 好啊 今天看到汽车股 都是相对地比较强的 例如吉利和比亚迪 升超过3% 他们也出了5月份的销量数据 看比亚迪 公布的5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32,800两 比去年的同期增幅近1.9倍 1至5个月 亦都比去年的同期增长1.43倍 那个数据都挺好 但是看回吉利 看见今年5月份的总销量 大概是9.62万部 按年是减少1成2 按月也减少4% 首5个月呢 它的销量53万架 其实都是完成了 集团的目标 大概是35%左右 其实看回吉利的数据 是否相对上都一样 是的 其实吉利今次5月份的销售量 都是比较弱一点 你说要去到全年 要达到他们之前的目标 150万、0、3万部 其实暂时比较慢一点 就不是算太on track 而且今次5月份 只买了9万多部 在今年5个月来 第二个月销售量比较差一点的时间 上年的5月都没有见到有个很明显 按月或者按年有个下跌的趋势 所以今个月反而表现会比较参差一点 你见到比较低方便 其实都算是比较亮眼一点 同时间他们在无论混轮方面 还是纯电动车方面 都保持有个明显的增长 各自卖到 都是叫做1万多架 所以今次吉利暂时那条数 不是算是那么英俊 我觉得主要部分 都只不过是轎车的部分 输涉一点 所以就看看 你说市场未来 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重视 他们在电动车方面 那个主要的发展 因为你见到 在领黑方面的销售量 对于吉利来说 其实就不是真的太差 今次你说这一个月 就卖到1万8部左右 其实跟上个月 高峰1万9部 都是叫做1千部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 就叫做比较差一点 但你说看电动车方面的表现 就不是真的叫做弱 所以就看看 到时管理层 会不会真的有机会 扭转的目标 或者叫做轻轻调整一下目标 就是原油车和轎车方面的那些 生产和销售量 所以说大家的focus 到时会不会转 好看一下公司会不会给到一些新的guidance 其实戴和都已经刚刚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吉利今次这个月的销售 的确是叫做比较弱一点 还有没有什么近期的利好趋势 所以他们有机会 最终可能会下调回全年的小数量目标 都不是叫做未试过 之前你说可能去到六七月的时候 就是去年这一段时间 都曾经是叫做 试过下调回这个目标 上年就应该是 你说去到六七月左右 都是叫做相应的时间 有下调过他们的全年小数目标 所以今次你说吉利 都不是叫做不可能不达标 变成说大家对于估值上 仍然会叫做有些隐忧 相反反而你说比较迪方便 他们的销售量都仍然算是比较强一点 而且纯电动和你说插电式的混合动能车 他们的平均增长都算是叫做比较均衡一点 所以我觉得来着这一段时间 比较迪都应该会叫做比较强势一点 好啊 麻烦谢Sam 要这么长续的分析 亦都和你深谈一下 有没有持有以上台报告分呢 没有持有的 好 麻烦谢 今集节目时间就差不多 稍后回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